大家早晨 昨天和今早 看到有些朋友在我的 標誌大人的Facebook群組 都post 了 終於買到這隻標 我相信應該是昨天 有些AD都收到一些貨 可能都收到一些貨 這隻Hamilton的銅標 Field Watch 這隻Kaki Kaki的Field Watch 很漂亮的一隻碗標 最重要的是價錢也不貴 而是一隻手上鏈的碗標 我這隻銅標 之前也有跟大家介紹過 昨天和今天陸續有些朋友買到的 我昨天在銅鑼灣SOGO 在銅鑼灣拍攝的時候 也看到有一隻在他們的廚窗裡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去向你們的Hamilton的AD查詢 可能都翻了一些貨 最主要都是那一句 價錢不是很貴 如果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六千多公價 Anyway 價錢不是很貴 如果有一點折扣 都不錯 玩標 最重要是自己 負擔到自己的經濟能力範圍去玩 因為我也知道 現在的環境 完全沒有所謂的跌定 說真的 其實是越來越惡劣的 我昨天也收到一些壞消息 有些公司 或者是有些企業 倒閉 有其他 都在做一些所謂的促銷 或者是一些 倒閉大減價之類的東西 所以變成 那些人跟你說跌定的那些 都是困理的 基本上就 未見到有任何跡象是跌定的 如果有留意我們的頻道 都會聽到我們說過的 其實最壞的時間應該是明年 不過 日子一樣要過的 大家最重要是要 因應自己的能力去做自己的事 雖然環境很差 也不是說 完全甚麼都不做 或者是完全甚麼都不玩 始終工作之餘都要有娛樂 所以我一直都強調 在自己經濟能力範圍以內 去玩錶 玩錶也是一個嗜好 去玩錶 千萬不要超出自己的經濟能力範圍 或者借未來錢去買錶 這個是絕對不建議的 OK 那貴又貴玩 便宜又便宜 如果你是 收入 相對是 受了影響 你就下一層 玩 便宜一點的錶 如果你平時 玩開十幾二十萬 便可以考慮幾萬 如果你平時玩開幾萬 便可以考慮幾千 所以 因爲 錶的 那個 價錢 那個 都幾大 所以 亦都有很多 很好的牌子 讓你選擇 OK 那有些朋友 會跟我說 他們 不是 那麼喜歡 銅錶 因爲 最主要是 怕 自己 皮膚敏感 其實 我之前 都有 想過這個問題 不過 當我 買了我第一隻銅錶 之後 買下買下 原來我現在 總共都有三隻銅錶 亦都沒有 出現 什麼 敏感的問題 其實 我想說 你要試 你要試過 你才知道 就不要別人說 你又 信 那其實 因爲銅錶 都有銅錶 自己的一些 特色 和美的地方 所以 如果是 幾千元 那 亦都可以 試一下 試一下 戴 看看自己 喜不喜歡 和是否真的 對你皮膚有敏感 我就知道 有位朋友 之後 就買了一隻 帝陀 Black Bay 銅錶 加銅帶 一帶 真的 手敏感 之後 就沒有帶 如果你幾萬元買一隻 錶之後 發現敏感 那 真的 不是很開心 幾千元買一隻 錶 而 如果有出現敏感的問題 你都不會 那麼 不開心 就是 是的 什麼都可以試一下 不需要一定認定 某些東西 是不適合自己的 沒有試過 又怎麼會知道呢 希望大家都 大家都 繼續努力去過你的生活 繼續努力去工作 也都要不斷地思考自己的人生 因為在工作之餘 也都要有娛樂 也都要照顧到自己的心境 快不快樂 因為快樂是要自己給自己的 沒有人會施捨快樂給你 因為 快樂 你不要祈求別人會給你快樂 因為快樂 一定要是自己去找的 自己去找 自己努力去尋找 自己給自己快樂 才是最快樂的事 不要等別人給你快樂 今天香港早晨就說到這裡 拜拜